十几年前 那个百科全书和杂志期杆的霸权 还没有被互联网摧毁的时代 你能获得的游戏资讯方式只有两种 一是省下下午饭前 去报庭买游戏杂志 你是否还记得 那本游戏机使用技术和电脑报 被全班同学看成的惨状 二是小伙伴们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 他们宣称自己或是认识的什么人 在塞尔达传说史之地中获得了三角神力 或者拥有一命通关忍者龙正传的技术 这些事本身无惧可靠 但又令你深信不疑 在无图无真相的年代 消息最终发酵 蜕变 变成了传说和谣言 我们不断地尝试和寻找 几乎到了望眼一川 感肠寸断的地步 因为我们始终对游戏有着美好的诉求 那么本期视频 就请大家乘坐我的这档时光航班 一起回顾游戏里的那些经典谣言吧 TOP4 《仙剑奇侠传》中 赵灵二的不死之谜 由台湾大宇公司制作的游戏软件 逐渐成了每一台电脑上的必备之选 那就是神作 仙剑奇侠传 和FF7一样 赵灵二的死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事实 有多少人为了拷贝这个游戏 东拼西凑找软盘 又有多少人是在同学亲友家 熬过了几个通宵后 将这个游戏通关 为了让赵灵二不死 反反复复地在试炼窟中进进出出 每个NPC都对话无数遍 但赵灵二不死的传闻却从未证实过 后来大宇不得不当面辟谣 游戏的设定就是让赵灵二必须封印水魔兽而死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赵灵二复活的谣言 依然时不时出现在贴吧论坛 大概是玩家们觉得哪怕希望渺茫 人想试一试吧 在游戏史上 跳过《超级马里奥》中的旗杆 曾是许多玩家毕生的心愿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 终于有人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网站GameTrailers公布的一段视频中 作者对每一关的旗杆都进行了测试 最终发现只有三个三的旗杆可以被跳过 在一杠一关中 利用顶乌龟的八个也可以跳过旗杆 不过其结果就和当年的谣言不同了 一并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奖励 进入什么隐藏区域 而这些奖励也充当了整个谣言的一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在另一个城堡拯救公主 或进入副世界 甚至是解锁隐藏的256关 托普尔 100个烟标可以换游戏机 只要收集了100个西尔顿里烟河的标签 就能够换游戏机 回想起来 你是否也曾让爸爸改筹西尔顿呢 实际上这个骗局漏洞百出 第一 香烟肯定是不允许搞促销活动的 第二 传闻中只说可以用烟河换游戏机 却没有给出换游戏机的地点 有效时期是多少 但是这个谣言还是成功流传了下来 甚至连某些大人都相信了 孩子们天真的相信着 天真的坚持着 但是当他们还没有收集到200个标签时 父母往往就已经给我们买回了一台游戏机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许我们的梦真的实现了呢 托普一 魂斗罗的水下八关 1987年发行的魂斗罗 几乎征服了整个中国玩家群体 不过 除了给玩家带来美好的回忆外 魂斗罗带给我们同样的还有谜团 名为水下八关 据说只要在第七关末尾处会发现身后出现一个小怪 这时马上转身 大踏步追赶 就会发现这个小怪的形状发生改变 此时跳进它身上 就能进入传说中的水下八关 我们确实会遇到这个小怪 但没进入水下八关 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过这些解释都不关痛痒 重要的是水下八关 只是在中国范围内出现的都市传说 也是属于我们中国玩家共同的记忆 身处9102年的你都已经知晓 所谓的传说只是经历了发酵的留言 回首往昔 相信你心中泛起的感觉 不会是当初反复尝试的苦恼 只会是对自己纯真童年的美好怀念 我们始终坚信有奇迹 相信会遇到超级街霸2的神龙 相信索尾塔里的林月如一定不会死 又或者说 我们相信极其烟河 就真的能换一台游戏机一样 这些美好的谣言回忆起来 并会让你感受到最初对游戏的热情 好了 我依然是好看不火的UP主 好运的鱼 如果喜欢我的话 就点一波关注与收藏吧 如果不喜欢我的话 那我就再想想其他办法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